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是觉得看鸟一战就太多了 想跑到边上去 孩子并不是跑向这个狗 而是在往边上跑的过程当中 被这个狗给拦截了 所以它完全就是这个狗脱离的这个人 就是说一个掌控的一个范围 一个监管的一个范围了 国外机关介入了就按狗咬人算吧 但是我就是特别认为这东西不合理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社会危害性 就是那种属于危害公共安全了 我觉得伤口已经很深了 因为差一点就咬到这个吸管 它说挺想和我私了的 但是我是拒绝 你能管得住你这个狗